大家好!下个月就是农历新年啦! 接着的日子我会做一些贺年食品,和大家分享! 刚好我前几天去超市,见到有新品种的蓝瓜 这些是贵族蓝瓜,很特别,所以就买了回来了 顺便来做个蓝瓜糕啦! 蓝瓜糕做出来非常漂亮,是金黄色的 虽然蓝瓜糕和黄金糕都是金黄色 但是蓝瓜糕做法简单很多,用电饭煲就做到了 如果你想知道怎样做,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歌啦! 这次做蓝瓜糕的材料很简单,除了有贵族蓝瓜之外 还有三种粉,尖米粉,炖粉,和粟粉,还有椰浆,糖,和少许盐 详细的食谱,是片味,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这里这么大的蓝瓜,我们不会全都用 我们用半个做蓝瓜糕就可以了! 把它切一切,再挖走蓝瓜囊和蓝瓜纸 如果你不想浪费,可以用来煲汤 甚至可以洗干净蓝瓜纸,烤一烤它,当是瓜纸吃 刷干净之后,我们可以再用水洗一洗它 这里半个蓝瓜,我们用四分一去皮,切粒 剩下的蓝瓜,我们就隔水,蒸熟它 正在蒸蓝瓜的时间,我们可以混合了三种粉 尖米粉,炖粉,和粟粉 搅拌匀它们 蓝瓜蒸好了之后,我们稍微放冰一点 再挖出蓝瓜肉 因为我们想的膏做出来是金黄色的 怕皮的绿色会影响了颜色 所以我们就不用皮 借糖,加一点点盐,再加水 搅匀,搅至糖和盐溶化就可以了 将糖水和蓝瓜肉混合 你可以稍微压一下蓝瓜肉 让它不要那么大块 再加椰浆 搅拌匀 接着就可以加一些粉 你喜欢的话可以一次过加 不过,搅拌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这个容器比较小 所以我会分开几次地加一些粉 可能你搅拌匀都觉得还是有粉粒 不用怕,因为最后我们会过筛 过筛可以弄走粉粒 从而令到膏更加有滑 最后可以用筷子 再搅拌匀 电饭煲我们设定做白化模式 加些油到锅中 炒一炒一些南瓜粒 再加入南瓜粉粒 搅拌匀 让南瓜粒平均分布 之后就可以生锅 等它煮 当它煮完第一次之后 我们按结束 再按多一次白化模式 让它启动,煮多一次 煮完第二次之后,我们就可以开盖了 拿内胆出来 放一张碟在上面 倒扣地拿回南瓜糕出来 这个时候南瓜糕还是比较软身的 所以我们不要切住 最好把它放在冰箱四度隔一晚 让它更硬 第二天我们再切片,煎来吃 金黄色加上南瓜粒 其实看上去有点像芒果布丁 大家觉不觉? 这次做这个南瓜糕 它的椰浆味比较重 很香,甜到适中 不过如果你想南瓜味更突出 下次可以减少椰浆的份量 另外这个糕因为下了很多沾米粉 所以它做出来的质感 会比较爽滑 就不是软糯的 如果你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话 你可以用糯米粉去代替 不过份量就可能要自己调校一下 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来年金银满屋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 欢迎订阅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